可以吃饭了 太好了 饿死我了 吃东西能别这么浪费吗 我吃面包一直不吃面包边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果汁啊 果汁里面放芹菜 你是魔鬼吗 芹菜能补充维生素C 还能抗血压 降血脂 对你这种微胖的人来说 最适合不过的 你说谁微胖的 你太胖的 你眼睛瞎嘛 世纪病 你喝粥的时候能别发出声音吗 能别转着边喝吗 这样子不容易烫 勺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你干嘛非要看着我吃 你吃饭的动作和声音 打乱了我用餐的节奏 干扰了我味蕾感知食物的能力 你现在的样子和状态 也严重影响了我的食欲 幸好还没结婚 你说得对 我们最好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见面了 否则有损双方的身心健康 我已经起饱了 天哪 不吃了 去公司吧 好 小川哥 小川哥 别理他 继续看 小川哥 好 小川哥 开门啊 你 能不能有点厂修有点底线啊 交通规则会不会遵守 能不能送我去学校 很近的 根据协议第三十条 以防 不得给甲方增加协议规定以外的麻烦 我知道老板 来不及了 我今天早上还要上酒屋指导课的 真的不能迟到 不行 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折腾了我一宿 我早就会知道指导了 哪有道理啊 你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吗你 你就当一回好人吧 好吧 我以后绝对绝对不找你 也不会跟你惹麻烦的 我保证 不行 你要不送了 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上车 进去 进去 南城大学 谢谢 好嘞 清清 清清 一夜未归 原来有人是去泡帅哥了 你别说了 我现在只想睡觉 你昨晚到底干什么去了 快让我们这些单身狗 感受一下爱情的小火花 你说啊 说呀 那怎么回事呢 那怎么回事呢 那不是 好帅啊 真好帅啊 你 真的是他 我 娘 你包蜡车里了 书包蜡 我真的去他家了 原来是重的啊 哇塞 不穿起来 你们好 我是周建青的未婚夫 他这个人呢 什么都好 就是有个坏毛病 有时候 还开一些 不太合适的玩笑 是 我经常嘴上关不住 大家别当真 敬佣他两分钟 不是我啊 他什么都未婚夫啊 干嘛跟他们说 你是我未婚夫啊 难道我就任由 你在外面胡乱诋毁我 行吧 我们俩扯平了 我先去上课了 以后没事 别来我们学校 等一下 手机拿来的 有必要这么严谨吗 既然签了合约 就得严谨 我 以后在外人面前 我们 就是未婚夫妻 我 还有 如果再听到你在外面 跟别人乱讲 知道了 旅行之责 帮你养未婚妻 不过你就不用帮我 养未婚夫了吧 要是我还能谈恋爱 就结婚 岂不是桃花都要你那样了 老实点 我很容易生气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怎么来了 你快跟我说 那是不是真的 什么 你结婚的事 连隔壁血缘的人都知道了 你们拍的婚纱照 到现在还在婚纱店广告屏上循环播放 好多人路过都看到了 谁让他们把照片放出来的 同学们 注意看版书 去去去 这什么情况 陆总 可以开始了 看来我们顾总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么神秘 这么重要的会议都不敢谈一下 公司有这样的带头人 前景真是堪忧啊 目前指使官听星云的 有李总 赵总 卓总 正总和我 我们名下的股权 占顾氏集团股份的百分之四十 支持星云继续运作的 有顾总和吴总 其名下股权的总额占了百分之三十几 看来这次 要让顾总失望了 陆总好像忘了小股东的股份 陆总好像忘了统计小股东的股份 小股东 这是小股东的授权书 他们授权给我 在股东大会上发表投票权 支持星云动漫继续运营 加上小股东百分之四的股份 如今支持星云动漫继续运营的股东占领是 百分之四十三 看来顾总 真是后生可畏 不容小觑啊 仗着自己手里的股份多 就可以不顾顾是人心向背 顾总谬赞了 就算你赢得了这次的股东会 那下一次呢 再下一次呢 所以今天我也有一个提议 希望在座的诸位考虑一下 以后的星云会脱离顾市集团 独立运营 自负盈亏 不在意顾市集团的子公司形式存在 顾市之前投资过星云 顾总要做到为股东们负责 当然 星云会在一年之内达成预期盈利欧 回馈顾市的投资 好 又按你说的做 同志们来看看啊 全赏一折 全赏一折 这个好 看看 什么都有 特别喜欢 老板 像那边我看一下 我要看看那个 这个是吧 好 这些也都是一折吗 全部都是一折 谢谢 来给你 很便宜啊 是吧 不好意思啊同学 这些书不卖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算了走吧走吧走吧 别 同学 你什么意思啊 老板 这么多书都一折卖 多亏啊 同学 今天晚上 我就要打包走了 这些书要是不处理 就全部扔了 那不是更亏 我会让你赚到更多的钱 南城大学的商业街在东小区 书店多你只能贱卖 但西小区一家书店都没有 买书运不去 五折 绝对好卖 你只要给我百分之二十的佣金 我保管给你卖光 对对对 找五折 诶都来看一看啊 全场读书只要五折啊 来看一看 有没有小说啊 什么都有的 你放心你要 全部五折 超级划算的 你放心啊 都是正版的 你放心 诶 你们干嘛啊 不要管他啊 不慢了不慢了不慢了 散了散了 不慢了 这怎么能败书呢 诶 诶 诶 不好意思 前几天身体不适 没能参加方案会议 顾总身体不适 那我还听说 你还在办公室和一个小美女 罗总 其实那位是顾总的助理 顾总因为身体突然不舒服 所以她有点舍足无措 我很羡慕幸运的工作环境啊 顾总身边 不但有青春可爱的小姑娘 还有江总这样温柔知性的大美女 罗总 你要是这么开玩笑的话 我可就生气了 江总还嫌我夸奖得不够 因为顾总经常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可以靠脸吃饭 但还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才华 正好我做好了新的方案 不如大家先看一看 检验一下我的才华过关了吗 江总都这么说了 这个方案我肯定好好看 幸运的方案一直做得很好 这几个小问题改了之后 我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咱们合同的事情 合同就是个程序 亲自就完事了 都忙这么久了 大家也该好好庆祝了 今天晚上我请客 顾总 你可得赏光啊 这顿饭应该我们来请 晚上我安排了一家不错的日料店 大家一定要赏光 好啊 好啊 喂 我现在还有急事 我知道 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未婚妻出了点急事 我得帮她去处理一下 所以今晚 就不能陪罗总吃饭了 顾总 有什么急事我替你去吧 今天晚上罗总他们 不行 我还是自己去吧 不好意思 同志啊 我 我真是第一次 那个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们非要至亲家属来 你这事又不能让我哥知道 我只能麻烦你了 离我远点就是 下次不会了 真的你放心吧 周小姐 你一天已经违反了两次条约 知道吗 好好好 所有的罚款 我会跟小诚哥结清的 不过 可能能那晚几天给你 我现在没有钱 反正你过去 协议中的第三条 以防不能破坏甲方形象 穷人要吃饭要挣钱 不摆套喝西北风啊 再说 这事更丢你过去 没关系 你干嘛找我来赎你 反正不许给我添麻烦 否则 赔偿你一切损失 知道就知道了 我 你真是太难了 我不会麻烦你的 说到做到 你走吧 上车 我送你回学校 没想到你看起来无情无义的 其实是个好人嘛 你走不走 你走走走走 拜拜 等等 好 记住协议内容 不许摆摊 不许破坏我形象 放心放心 客户利益至上嘛 你就是顾总的未婚妻吧 刚刚顾总急匆匆出来 我也担心得不行 你这边没事了吧 没事 我就是摆摊卖书 被城管抓了 小朋友勤工俭学 积累一点社会经验 挺好的 不过你下次可要小心一点 别再让顾总担心了 不会了不会了 也不敢了 我在城管局有认识的朋友 以后想摆摊可以找合法摊位 要不要我帮你问我 小姐姐 你真的太棒了 我正想中我淘点古桌去摆摊呢 你方不方便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 朱建青 我就随后一问 你找我什么事 你不是陪罗总吃饭去了吗 罗总本来答应了要吃饭 可是他临时有急事 所以提前走了 走的时候提出了几个问题 可能 我们还要安排一下改稿的事情 好 上车吧 我陪你回幸运加班 小姐姐 我能不能加你个威胁 不行 记住我说的话 早点回宿舍 知道了 我会听话的 照顾小女朋友是不是很麻烦 还要摆摊体验生活 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好 南州 要不换我来开车吧 你刚才出来的时候 走得太着急 都没有吃东西 我看这家粥还不错 给你点了一份 你要不要先吃一点 不用了 我不爱在车里吃东西 而且 也被弃爆了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你违规上男生宿舍推销玫瑰 三月十二日植树节 你有违规开店卖多肉植物 四月一日愚人节 你到处张贴小广告 带人设计愚人节方案 周建青同学啊 你可真会抓住商机啊 老师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你居然还招惹那些小流氓 来撬了学校宿舍的水管 他们怎么弄到我宿舍里去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说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 我要是都给你处分了 你就别想毕业了 老师 别啊 我还要找工作呢 我真的不能留下五点 老师 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 欠了好几百万的债 我和哥哥已经很努力地在还债了 可有的时候 还是我语气 行了 别哭了 行啊 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 你可以跟学校申请提前理校 自己都注意安全